前龙皇帝啊 那是真够风流的 吃喝玩乐一辈了 有一次他听说呀 北京城里开了个大饭庄 叫天然居 味道独特 据说是啊 这饭馆啊 特别的大 也特气派 楼上楼下 门外是散座 里边啊 中间有腰栓 两边是雅座 后边有后堂 同时啊 雇了多少名厨师 南北晚餐 英石小麦 随意便拙 您就吃什么有什么吧 前龙啊 叫过几个心腹大臣来 哎 我说 咱们出去溜达溜达怎么样 万岁 您想上哪啊 这些位一听都高兴了 全院也跟着皇上出去溜达 我们陪您 我听说咱们家城里都开了个饭庄子 叫天然居 咱们去搓一顿 哦 皇上也这么说呀 习惯了 走 带着这些大臣 换了衣服 这不算微服私访啊 那也不能摆开拦架呀 那皇上吃饭摆开拦架怪吓人的 他觉得不自由 这么着多方便呢 几位大奔都像老客似的 溜达达达 顺皇城溜达出来了 就奔这天然居了呀 来的这饭庄的门前这么一瞧啊 来的还早 还没下板呢 哎呦 皇上啊 咱们来早了 那没关系 拽拽拽啊 早了别晚了 强 进去找一清静座位一坐啊 吃什么也踏实 对 嘿 说的这儿 乾隆抬头这么一看 这饭馆正门呢 横梅子上边 悬着一块大扁 黑地儿金字 这仨字写得这漂亮 比走龙蛇是龙飞凤母 呵 乾隆一瞧 这谁的书法呀 这字怕挂起来呀 评不长长那么写 没什么 八等望起 这么一旋 往墙上一挂 越端心越顺流 那就够气候了 这仨字写的 天然居 呵 天龙心说 这位的文笔比我强多了 啊 看来我这字还得练 嗯 写得好 天然居 天然居呀 刻上天然居 诶 无意义 无意之中 说明口 音出句诗来 两边文武这么一看 来了 怎么 万岁 高兴了 听到没有 出口成章 刻上 天然居 前龙 也很满意呀 要补了一句 居然天上刻 嘿 更妙 两边的文武都调起了大指啊 皇上 您这诗做的太绝了 称得起是千古绝句呀 怎么 您看这两句话 从前往后面 刻上天然居 居然天上刻 从后往前面 刻上天然居 居然天上 一样 哎呀 好对 好对 绝句 绝句 师父好对子 嗯 整个是一上脸啊 哎 这得有下脸啊 是啊 无意中 有一位说出来了 乾隆听见了 乾隆也在想啊 我这是一副对联 同时我说的是上脸 那么这下脸呢 下脸皇上没词了 他瞅了瞅这几位 这样吧 朕已经把这上脸做出来了 这下脸就留给你们吧 啊 谁把这下脸给我堆上 我有重赏 哎 今儿这顿饭呢 我请客 我做东 大伙一听 谁黄上 赶快想吧 这个 啊 刻上天然居 居然天上刻 哎呦 当时这些位急的呀 抓耳挠腮 来回直转磨磨 谁也答不上来 这不行啊 怎么 皇上肯定一会儿得怪罪下来 你看我做了上脸 你们连个下脸都对不上来 你们怎么这么笨呢 这得对 对不上来呀 皇上 这么着得了 今儿我们请您得了 怎么 那什么 我们这 学问太差了 学习的不好 这学问太浅 对不上来 您这上脸也太绝 就在这时啊 旁边过了一个人 我给您对个下脸可以吗 啊 乾隆和这几个文武 顺着生金这么一看 由台阶的下边 上了一个小和尚 年纪也就在十七八岁的样子 啊 这头皮儿 体着去青啊 身上穿着灰僧衣白护领 妖际思涛 灰部中衣 白袜僧鞋 哎 手里 拿着一副念珠 那叫手串 哦 是个出家人 弥陀佛 小僧 这乡有礼了 嗨 乾隆一撇嘴 心说 是个小和尚啊 荒芽如口 你才多的年纪啊 啊 敢对正宫的上帘 我方才说的上帘 你听见了吗 万岁 小僧听见了 您说的是 刻上天然居 居然天上刻 不错 你要给我对个下脸 正是 好啊 你对对我听听 遵命 小僧给您对 僧由云隐字 字隐云由僧 嘿 高啊 人家这两句话 从前面也行 倒着念也可以 正好是一副对联 上联是 刻上天然居 居然天上刻 下联是 僧由云隐寺 寺隐云游僧 喵 乾隆 不住的点头 挑了挑大指 转脸再找小和尚 不见了 兄弟们 坐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